下面这条乐曲名字叫做饶舌 好像是多嘴多舌的 说话的速度很快 因此作曲家它采用非常多的同音反复 模仿 这样的一种技术 同音反复是一个比较难弹的技术 手指弹性不够好的孩子 他会这个声音角作一团 有些人的手就这样 我提供给大家一种练习方法 你们可以试一下 首先遇到同音反复 就别想着他要去弹跳 因为他往往出来的效果 可能是比较有颗粒的 是吧 这种声音效果是跳的 当你不明白其中演奏道理的时候 有些孩子就会拼命地去跳 就是他这样跳 手立刻就僵持住了 其实这种像跳音一样的奏法 是用连奏的感觉弹出来的 比方说这个四三二一 或者是三二一版 我建议你在找感觉的时候 先用不同的音来找这种感觉 比如说三二一 我用一样的指法弹多西拉 这样你总是很容易 是不是 一下子就找到了连奏的感觉 然后再把这个感觉 比如说你手腕也合作好了 手指也动得不错 找顺了以后 把它挪到一个音里面 你看多西拉 我是三个音一次小的手腕感觉 然后挪进来 这样就比较容易 假设说你是四个音 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你也可以就是相同的指法弹多西拉松 好 这样好了以后 把这个感觉找进来 这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练习曲 主要就在这个同音的重复 这个小技巧上面 我们先听一听 完整的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